Hello 大家好 我是肥仔傑 今天是2022年3月25日 今天有三件事要和大家討論 首先 又要和大家分享 近來這個黃人圈子發生的有趣事件 而今次的事件甚至罵上法庭 甚至有一群年燈仔在罵另一群黃人 這件事源自於有人將一些港獨標語 甚至是2019年黑暴時期他們常用的潮語 拿來做註冊商標 而且還要成功地向幾位黃人索償大額的金錢 這件事引發了黃圈內的震盪 我們稍後和大家分享一下 一起笑一笑他們 另外第二件事要和大家討論 就是法庭案件 很久沒有和大家跟進法庭案件 近日有一名設計師 涉嫌在黑暴時期攜帶多枚汽油彈出門 然後被警方拘捕 但是這個設計師在庭上竟然用了一些比較創新 在過往這麼久以來 我們都沒有聽過黃人說的藉口 去為自己脫罪 當然裁判官沒有被騙到 到底這個人是用了什麼藉口 又有多創新 稍後和大家分析一下 說一說 另外第三件事要和大家說的 就是這兩天發生的一件事件 就是在長沙環的某一個菜檔 食環署的職員執法的時候 竟然被一些菜檔的檔主 就惡然雙響 甚至用粗口問候 不禁令我們想起 到底香港是否已經變成了一個不法之刀 稍後會和大家討論這件事 分析一下 在影片開始之前 希望大家可以Like這段影片 分享這段影片 讓更多人知道反對派想來插的陷阱 也希望大家可以按右下角的訂閱和鈴鐺 你就不會錯過肥仔傑任何一條新影片 首先第一件事要分享 就是想問問大家有沒有曾經聽過這四個字 就是見字飲水 相信如果經歷過2019年黑暴時期 依然身處在香港 有留意到一些網上輿論 一些網上動向的朋友 一定對這個字不會陌生 他那個不陌生的程度 就好像等於當年黑暴用了 香港加油這四個字 做他們的標語一樣熟悉 見字飲水這個字 其實是源自於2019年黑暴事件 有人透過Telegram等平台 呼籲他們自己前線的勇武 因為當時爆發2019年黑暴事件的時候 是六月份開始 當時天氣非常炎熱 也有不少前線在示威 在搞破壞的這群黑暴 就是因為身體不適而中暑 當時我們也笑他們 搞錯 中暑就不要讓人出來搞暴動 又要搞暴動 又要玩中暑 然後捱不下去 又要回到商場探冷氣 商場一息冷氣 你的馬鞍山國也沒有了 當時我們笑他們 但細想不到這個字 見字飲水這四個字的一句說話 就在2019年開始成為了黃營之間 或者香港年青人之間的一個潮語 而近一兩年在網上 甚至有人企圖把見字飲水這四個字發揚光大 分別成立了不同的一些公司 甚至協會 包括一個見字飲水協會 另外 甚至還有一個就是專門為這個 所謂見字飲水弄一些意識創作 一些圖片等等 在黃營的圈子裏面 這些是他們的共同潮語 就等於當時他們所喊的光時 五一 甚至香港加油 是一模一樣的口號 但是近日竟然發生了內控事件 甚至這件事也罵得非常大 就是關於原來這個見字飲水的字眼 竟然被人用來註冊商標 而註冊商標不是一個最大的問題 最大的問題是這個商標的持有人 竟然控告其他利用這個見字飲水 發文章 發圖片的人 向他們發律資訊 索償他們 甚至成功向幾個人索償了超過五位數 所以這件事引爆了整個黃圈的震動 整個詳情就要和大家說說 事源就要說到 有一名我也不知道是聰明還是不聰明的人 這個人就叫做南延康 我們未必認識他 但我們知道他是一個黃人 他在早前透過自己公司 成功註冊了見字飲水這四個字 然後他利用Facebook等社交平台 把這四個字發揚光大 昏揚開去 他覺得自己是這個字的始創人 而這件事爆出來後 引發不少廣告界的朋友 和整個黃圈的震動 因為見字飲水這四個字 在經歷了這兩年香港的平靜後 變成沒有那麼黑暴化 亦變成常用的字眼 甚至在去年警方的禁讀宣傳上 亦曾經使用過這個字眼 而天文台亦在夏天的時候 曾經用過見字飲水這四個字 呼籲市民在夏天要喝水消暑以免中暑 可以說這字已經變成一個生活化的字語 但廣告界的朋友非常不滿 政府連禁讀又用天文台又用 加上黃圈入面 他們這個見字飲水成為一個潮語的時候 肯定會引發雙機 不少人想利用藉著見字飲水這四個字 在一個潮語的關係 衍生出不同的商品 反而結果 原來他們小時候也猜不到 簡簡單單的四個中文字 竟然被人註冊成為商標 而且這個南銀行甚至還要把這個商標 公開告訴大家 我現在就持有這個商標 如果大家要創作賣東西 跟我付錢 你不付錢我便告你 甚至他成功告過幾個人 黃圈當然非常不滿 覺得2019年黑暴事件所興起的所有詞語 應該是我們全體人都有份 你憑甚麼自己註冊 甚至有些黃人質疑他 到底你註冊這個商標 是否為了共同利益 大家知道那些黃人經常和大家說共同利益 說到自己好像很團結 但自己經常被人欺騙又不知 別人的眾籌 好像那個好倫社協會 跟你說要籌錢幫人 籌了二千多萬 他公佈了八百多萬 原來有一千八百萬不見了 他們都沒有所謂 但他們在這個問題上就問 你註冊這個商標 是為了防止一些藍絲 像我們這些人一樣 是搶了商標註冊 不讓他們以後用這些紙 令我們香港沒有自由 還是你想透過這件事去夾水 這件事引發了黃圈內的大震動 每個人都罵爆這個藍延康 而這個藍延康在這件事件曝光之後 繼續死不悔改 甚至在Facebook上不停發文 他甚至有一個貼文說 很多東西都可以反駁 但說我為錢真的無法駁 看著一個星期偷偷出幾個貼文 就有萬多元收入的小編 我真的很暴套 沒理由不賺錢 其實他這個貼文的意思 我告訴大家可能有些人不明白 意思是說 當初見字飲水這個字 我作出來的 雖然沒有證據說是他作 他聲稱自己在2020年註冊這個字前 他曾經上網找過 沒有人用過這個字眼 所以他決定把這個字眼 寫成他自己的商標 當然我不知道如果我這樣拍片 說他這四個字 還要不停說他要不要收我錢 但我是不會理他 我是不會付錢 這些無稽的東西 然後他的意思是說 有些人拿我見字飲水這四個字 收一下廣告 甚至按讚 然後有些觀眾看廣告 就有錢收 他作為這個字的始作勇者 沒理由不收錢吧 然後他還出了幾個帖 甚至說 一群黃絲要免費共享你種的蘋果 然後說你不給人用是乞丐 和臭味影響他的爽甜 我也不知道誰是乞丐 然後他又出帖 黃絲說見字飲水是抗爭的象徵 再推算2020年的抗爭只有食王店 他們餐餐吃小時光和龍門 那爾蘭食喝水真是夠熟 難怪見字飲水爆起了 他再出了個帖 說見字飲水是黃絲社運的記號 我嘟你嘟嘟嗎 麗芝國班友和我割蓆都像 你們說什麼社運記認 身邊有鬼人坐牢在麗芝國和羅湖嗎 我原區問 新界東補選都沒有投過楊岳橋 沒有遊行過 沒有抗爭過 很明顯我們看到這個藍延康 就是試圖把他自己的暴力行為美化他 這件事為何我會想和大家說 原因是因為我真的看不出這群黃人 他們背後的理念有多強 我只看到掠水掠水和掠水 這一點我們一定要分享給身邊的黃人 現在還盲目相信那群真手足的人 一定要讓他們知道 讓他們及時改邪歸正 我們看回過往的經歷 無論是上至蘋果日報 下至到那些潛逃的逃犯 甚至滅士潘全部都是為了掠水和賺錢 每個人都開Patreon 然後鋪兩張照片寫兩個字 叫人每個月課金給他 甚至那個好倫舍協會 然後那個陳凱興 直接騙大家錢 以忠籌的名義 實際上是自己代了 其實不少這樣的案子 不知道為何那群黃人會繼續相信 這次這個案子也不例外 其實他註冊這所謂的見智飲水 其實就是藉著當時2019年黑暴事件 大家打到冰冰棒棒的時候 在黃人圈子中 很多人傳這一個字 很多人說這件事 如果大家有少少商業的想法 都知道在商業角度來說 一個字或舊東西或一個人 只要多人懂多人說多人討論 甚至多人了解這件事 就將會有大量商機 無論是衍生周邊產品 甚至是製圖 甚至藍山走過去告別人 全部都是商機 只不過這次這個小黃人 就為了自己的暴力 企圖去告其他同類人 變成現在被爆出來 到現時這一刻為止 即是我拍片這一刻為止 我看到這個見智飲水的協會 即是藍山所成立的協會 所以他的IG和Facebook就關閉了 可能承受不了太大的輿論壓力 覺得自己賺錢有甚麼不對 事實上你賺錢是沒有不對的 在我們藍營的角度 或者在我們普通人正常人的角度 你賺錢也沒有不對的 但你要記住 你不是正常人的生意 你是在做2019年的黑暴生意 在那幫黃人的角度 你這些叫吃人血饅頭 簡單來說 也就是在欺騙他們的錢 那他們怎會放過你 接下來會有甚麼後續 我真的不知道 但這件事看來很大 但這件事這麼大 最害怕的不是藍山 就是Chicky Duck的老闆 周小龍 相信大家都認識他 他才是今次事件中 我認為最大的受害者 甚至最害怕的是他 為甚麼這樣說 因為不知道大家是否記得 我早前拍片和大家說過 周小龍在早前曾經 向雙標註冊處 註冊香港加油這四個字 而當時他向知識產權署註冊時 有記者曾經問過他 周先生 香港加油這四個字 連同那個設計不是你的 你做服裝 我明白你想把這些字放在服裝上 但你不用註冊商標 當時周小龍被南先生說得很好 周小龍美化了 說我害怕被警察、國安、共產黨、男人 去註冊 令我們黃人不能用這個字 他說得很美好 事實上我們踢爆了他 其實他就是想暴離 而他這個商標註冊 據當時新聞報道 其實他沒有徵詢過台灣設計師 而台灣設計師沒有容許過他利用這個字眼 去做商標註冊 如果被周小龍成功註冊 那群黃人又會再次爆一次內訌 周小龍當然害怕 他本身註冊這個字是為了暴離 現在人家搞到名氣身敗名裂 不知道周小龍現在的感覺又是怎樣 不過這些無稽的事情 我們一定要小心 我們曾經跟大家說過 我們必須搶佔一些詞語 一些字眼 不要讓他黑暴化 例如香港加油這四個字 其實我們一直要用方法 如何令香港加油這四個字 尾白 現在我相信不少的正常人 聽到香港加油這四個字 又或者看到有人在身上 或者他的背囊貼上香港加油 你會覺得他是黑暴 覺得他支持暴力 這就是問題所在 我們不能讓任何字眼暴力化 否則我們以後用不回 就像林鄭早前在接待我們國家援港物資的時候 曾經說過香港加油這個字眼 當時亦有媒體做文章 甚至表示林鄭說香港加油 這些方法或者這些情況是不能接受 我們香港正常是要把這些字眼尾白 不要讓他每次都黑暴黑暴黑暴 這樣我們的社會永遠充斥著一個對抗 或者撕裂 所以我們想想方法 看看怎樣可以把這些字眼 不要讓他們每次搶佔高地 一個正常中性的詞語 為何就無緣無故被他變黑暴的字眼 是不是 好 說完這件事 我想說第二件事 第二件事 就是很久沒有和大家說過的法庭新聞 因為近日我看到一個新聞報道 就是關於一名設計師 在2020年5月28日被警方拘捕的一個新聞 事發那一天 其實就是在說全國人大正式通過我們香港的港區國安法 而當日警方在銅鑼灣附近監視著一些可疑的人物 因為大家知道當年2020年5月 依然在爆發這個黑暴事件 而當日5月28日 警方就在銅鑼灣的鳳鳴大廈的一間酒店 發現了一個可疑的人物 上前截查他 截查他的時候 在他背包裡搜出多支汽油彈 噴漆和鉗等等的物品 大家知道這些物品 當時在一個大型示威現場附近找到的話 很明顯你不要跟我說那些汽油彈是用來喝的 不可能 所以最終拘捕了他 而這個人上了法庭之後 他多次辯斥自己 說其實他是一個好人 這一個他用的藉口比較新穎 我亦是在法庭第一次聽到這類新穎的藉口 和大家說說他如何辯斥自己說自己是好人 他當時辯斥說 他背包裡的物品並不是屬於他的 而是屬於一個女朋友弟弟的朋友 聽清楚是那位人興設計師的女朋友 弟弟的朋友 甚至沒有血緣關係 就說這些物品是他的 當時摺了這個包包 為何他會摺這個包包 就是希望把裡面的物品扔掉 而他覺得這些物品是可疑的是非法的 所以他想拿這個包包下樓扔掉之後 就防止他女朋友弟弟的朋友 我們以後簡稱他為Billy 因為他的朋友叫Billy Billy是在示威的時候要防止他用的 而且亦是要教導他這位Billy 是分辨對錯 他說他自己作為這個朋友的姐姐的男朋友 所以我有責任要教好他 所以他才會背這個包包 然後帶這個包包下樓 甚至他說當時警方在酒店拘捕他 其實他只是在酒店找Billy 不是自己 他亦沒有房卡和密碼進入酒店房間 純粹想勸Billy 我們聽到這裏 這個人真是厲害 真是正常人 他為了不要讓社會亂 所以他決定挺身而出 要教好Billy 但事實又是這樣 他真的作得出 但裁判官看得出很多漏洞 裁判官直指 被告當時曾經說過 他沒有打開過背囊 那你憑甚麼覺得你不打開背囊 但裏面會有大量違法用品 包括汽油彈、鉗等等 而且如果你要教識Billy 是分辨對錯的話 你大可以直接告知他 又沒理由你私自拿個包包下街 你還要示威現場被人截停的風險很高 就算你不讓人截停 你無緣無故放個袋 硬奔奔裝滿東西的袋 放在垃圾桶上 都被人誤會你放炸彈 而且這個被告曾經說過 他自己對酒店房的密碼 是毫不知情 但根據現場潛伏的警員的口供所指 這個設計師本身在那裏 已經自出自入多日 所以最終法庭判處他 就是有意圖使用以摧毀或損壞別人的財產 就是裁定他的罪名成立格 最終判多久就不知道 但這個案件真的有趣 小想不到那些小黃人真的有膽做不敢認 不過不要緊 面對坐牢人人都害怕 最重要是迷途知犯 我不知道他這樣辯斥是否迷途知犯 但我正知道如果你真的不想坐牢 千萬不要做違法的事情 好了 說完這件事 想說第三件事 要說說這兩天在油麻地發生的一宗事件 就是這兩天在網上流傳了一段影片 不止一段 其實是兩段 其中影片拍到 有穿著食環署制服的人員 就在長沙環的菜檔對出 就是和一名男子發生口罡 而據知這名男子就是那個菜檔的冬主 估計是因為食環署的人員 在執法期間這個冬主不滿 就爆粗去罵我們的食環署職員 我們看看食環署的執法是正確還是不正確 其實長沙環菜檔的一個阻街問題 其實是多年來的嚴重問題 而影片中我們也可以看到 那個菜檔是把他們自己的菜 他們的水果 甚至他們的商品 擺到霸佔了大半條行人路 甚至在馬路邊堆積了大量的發泡膠 令到行人可以走的道路非常少 而且地上亦有很多不同的污水 衛生環境非常惡劣 所以食環署的人員去執法是一點錯也沒有 甚至我們自己做地區的朋友 我們經常希望食環署加強對於這些菜檔 或者是阻街的執法 原因有幾點 第一 他們阻街的話 是會減少行人使用行人路的一個範圍 而當人多劑逼到買送時間的時候 很多行人要走出去馬路 這是非常危險的一件事 而第二 就是環境衛生問題 大家知道這些菜檔的污水很容易引來老鼠 或者是滋生一些細菌出來的 加上現在疫情的情況下 大家早前都聽過新聞知道 倉鼠可以播毒 而老鼠同樣都可以播毒 而老鼠甚至播的可以有多種病毒 我們香港亦曾經出現過鼠患 所以這些阻街和環境衛生的問題 不單止是使用 不單止是影響市民 甚至是滋生一些病菌 甚至是衛生的問題 所以我非常支持食環署去嚴厲執法 當然食環署的執法 不可能24小時監視著他 所以只能加強執法 盡量多巡視一見到 但擊巡查就立即要執法 立即去罰錢 希望增強一個阻嚇性 但這個冬主不知是否黃人還是甚麼人 他非常不滿食環署對他的檢控 甚至另一段影片拍到他 就在脫下口罩當街食煙 大家知道現在疫情的關係 其實他這些行為是非常高風險 而且食環署的職員其實沒有錯 他自己犯法在先 但惡人先告狀 甚至走過去罵食環署的職員 最終食環署的職員都沒有辦法 唯有報警處理 但這件事是因為影片沒有拍到下文 不知道下文是怎樣 不知道最終有沒有票控他 但在這裏不禁令我們反思一下 到底現在守法是否變成我們香港缺乏的一件事 其實守法這件事應該是每一個國家 每一個地區全球人類都應該要遵守的一件事 法例是要保障其他市民的安全 法例是要保障規管一些不道德 甚至是影響其他人的行為 這不叫自由 那群黃人經常說 這是我的自由 我不戴口罩是我的自由 我去打架 我去抗議 我去扔氣油彈 是我的自由 沒錯 這是你的自由 但同時 你影響其他人的時候 那其他人的自由呢 是不是 你不戴口罩是你的自由 你可以在家裡不戴 你可以在沒有人的時候不戴 但是 當你在很多人的情況下 你在公眾地方的時候 你是不是要戴口罩 不要影響到別人呢 人家都有健康的自由 人家都有不想被你繁擾的自由 難道別人的自由不是你的自由才是自由嗎 這真是值得反思 今天時間差不多了 如果喜歡肥仔傑的影片的朋友 希望你可以給個like這條影片 分享這條影片 令更多人知道 反對派想你刺的陷阱 也希望大家可以右下角訂閱和鈴鐺 你就不會錯過肥仔傑任何一條新影片 我們下次再見 拜拜 認識的影片 屁股 有些人的影片 大家有點有意義 那些影片 cảm神的影片 請討論一下